針對內政部長林又昌推動住宅政策三支建 包括擴大租金補貼、房貸補貼 與青年購物基金支持機制 基隆市長謝國良表示正面看待 現在的房價以現在十幾年年輕朋友都沒有漲的薪水來說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林部長跟內政部開始推動一些政策 不論是買房的補貼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正面開始幫助年輕人也好 幫助這些社會這些就業人士也好 我們是正面看待 那我們也希望林部長能夠在這一方面的住宅政策的政策 能夠推動得更順利 替年輕朋友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非常正面地看待這些住屋的政策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對未來感到失望 以及後續不婚不生的少子化危機 已經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國安問題 期盼中央與地方合作 務實的幫年輕人來解決住宅相關問題 這樣台灣社會才能夠有更多的幸福感 讓大家安居樂業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我們先別忘記了 必須說 你們現在是香港人看的 先問這個政策 感谢观看